有人问我,当你通过YPP资格以后,就是一般所谓的YouTube营业伙伴,你有什么好处呢? 在这里向各位报告 第一,就是广告的分论 YouTube一般会在你的影片的前面、后面、或者是播放广告的中间 插播一些广告,由厂商负担一些广告费 你可以抽起55%,由YouTube拿走另外的45% 如果有人成为你的频道会员,你每个月就有会员的收入 你也可以拿走70%,YouTube就收起另外的30% 另外,也有所谓的超级系列 另外,在你直播的时候,如果有人利用超级留言或超级帖子给你打赏的时候 你也可以收起其中70%的抖内费 当然了,如果你每一支影片,有人利用超级感谢给你打赏 你也可以收起其中的70%的费用 你也可以在你的频道设置商店 就是商店专期 就是你可以卖你的产品 比如说T-shirt,比如说马克杯,或者鞋子、帽子等等 另外呢,就是YouTube的Premium会员 就是有些人不想看广告嘛 他就可以成为YouTube的会员 YouTube的会员,每个月要交一些费用给YouTube YouTube就会根据观众看影片的时间分论一些给你 以上就是YouTube提供的五种赚钱办法 仅供参考